唐柔慌忙整理了一番 狠狠地白了傅明杰一眼 又一眼 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大兵 面无表情地敬了个礼 报告 有人拿着唐政伟的指示 要求见傅明杰 拿着唐政伟的指示 要见自己 这是个山马鸟人哪 唐柔正了正 知道了 让他进来 是 一个人站得笔直 迈着稳健有力的步伐 带着低沉的嗓音进来 你就是傅明杰 傅明杰忍不住站了起来 这是什么人哪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一个一眼看到 就让傅明杰想到这样一段形容词 身须凌凌 相貌堂堂 一双眼光涉寒心 两弯眉魂 如刷鸡 胸脯横厚 有万夫难敌之威风 话语轩昂 吐千丈灵云之志气 心雄胆大 似汉天狮子下云端 古剑金墙 如瑶帝 皮羞灵坐上 如同天上将魔主 真是人间太碎神 这长相 要是放在战场 沙场虎将 要是放在朝堂 首府宰相 要是放在道上 龙头老大 这绝对是一副 堂堂之极的相貌 可见 年轻之时 是一个多得女子 青睐的男人 即便现在年纪偏大 透出的男性风采 也禁不住让人侧目 唯独是她的眼睛 这双眼睛 虽然过意眯着 但是眼睛凤里射出的 却是一道 让人不敢直视的金光 这道金光里 包含了很多内容 智慧 霸气 皎洁等等等等 内涵丰富的 类似黑洞啊 即便是唐柔 在这一瞬间 也有一刹那的诗神 傅明杰总算会过事的 对方只是一个人 这股气势 怎能比自己还强啊 我是 傅明杰挺直胸 两人的身高相放 刚刚一对事 视线的碰撞 就祸心 你好 中年男子伸出手了 久仰久仰 今天真是有幸 能见到你本人呢 傅明杰和他握手 他的手很大 很有力 你认识我 中年男子笑了 何止认识啊 你的情况 我熟悉得很呐 但是现在 我已经有点不熟悉了 所以 专门来见见你 哦 傅明杰上下 打量了他一番 自己以前 要是见过这样的人物 绝不会忘记 你是 中年男子 露出一口灿烂的牙齿 忘了自我介绍 真是不好意思 我叫 相霸风 酒 又是恩道惊雷 滚滚而下呀 傅明杰很不想 做出吃惊的表情 但是 忍不住啊 这个惊 吃得太厉害了 这个人 这个突然之间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正是 飙风集团的掌舵人 和自己斗了 那么久的敌人 相霸风 他就这么毫无预兆的 一个人 实实然的来了 唐柔的经 比傅明杰 也想不到哪里去 忍不住的 像把风微笑 整齐的牙齿 总像是 有光芒一出 不错 你的父亲 我很熟悉 这里是你父亲的命令 能不能 让我和傅明杰先生 单独待一会儿啊 唐柔结果 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 傅明杰 傅明杰挺胸 点了紧头 唐柔吸了口气 我就在门口 有什么事情叫我 像把风呲牙呀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不过 我希望我们的谈话 可以保密 唐柔没有作声 出门 带上了门 请坐 像把风刚一到 所作所说的 就像 他一直都是这里的主人 偏偏又 让人生不起反感的意思 傅明杰咳嗽了两声 坐了下来 我不喜欢绕弯子 像把风的目光灼灼呀 这里都是你的人 进来之前 也被搜过身 没有窃听器 傅明杰点了点头 是的 自己也被搜了身了 所以 我希望我们这次谈话 可以开诚布公 傅明杰摸了摸鼻子 你亲自来 唯一能证明的事情 就是那个光碟 对你来说很重要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到罢了 主动权分明在自己手上 怕你呀 在我们谈话之前 有件事我要确认一下 光碟是不是 这件事已经在你手上了 傅明杰不知可否 像霸风巍巍一笑 这件事我是一定要说的 你的身手的确不错 但是你拿到的光碟 今天起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那座桥就在昨天夜里 不知道被什么人炸掉了 今天好多惊雷啊 好多好多惊雷啊 傅明杰只觉得自己已经被雷劈的没感觉了 要是没有打雷 自己倒是有点不习惯 那座桥已经被炸掉了 不知道被什么人 我靠你大爷的毛线啊 强力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 傅明杰已经被雷劈的 变成了八桥玲珑心了 这一刻他顿悟啊 这个像霸风 就在自己拿到光碟成功逃脱的下一步 就炸掉了那座桥啊 自己在车上感觉到的来自北方的震动 就是他炸掉大桥的震动啊 现在终于知道 刘晶晶另一支雇佣兵队伍 究竟是去做什么了 酿稀皮 就在强力定出以爆炸吸引景天军方力量的同胞 同时这老家伙就想到了要借势炸掉那座桥啊 这座桥毁了 根本就是算在了搞爆炸的这伙人身上 也就是强力的身上 是绝对不会算在飙风集团身上的 桥没了 桥没了 就意味着证据没了 光碟没用啊 像霸风似乎知道 弗鸣杰此时的心情 但难道 桥毁了 现在前几天都在寻找元凶 当然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不止如此 你知道这座桥的重建工程 是谁接下来了吗 傅明杰看着他 是我 向霸风 向霸风撕开他的牙 我的石工队已经进入两人现场 开始清理残渣 这一次重建 你放心 一定比三峡大坝都结实 靠 靠靠靠靠啊 他的人已经在清理残渣 娘的 那就是 一点证据都不会留下了 而且他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这一次重新建工程 赚的就是他应该赚的钱 这笔数目也不会少啊 傅明杰感觉到的 除了压力 还是压力 强力的布局 很强 但是这个向霸风布局的本事 更强啊 他在这样的危机之下 立刻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不但转为为安 而且还能给自己的公司再度创收 这是什么样的本领 什么样的本领啊 沉甸甸的压力 一望无前啊 比三座大山还重啊 这件事情 说完了 现在 我们来谈一谈下一件事 向霸风的脸上 没有得意 没有炫耀 就好像这一切对他而言 就跟喝了一杯白开水一样寻常啊 傅明杰说不出话了 我听说 你是秦老头女婿的第二个人选 向霸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脸色有一颗不为人察觉的波动 傅明杰没有动作呀 我只是 要告诉你一声 以前这样的人也出现过 除了严家家 还有六位 只不过现在 只剩下严家家了 你知道 剩下的人 都怎么了吗 傅明杰没有表情啊 具体结果 我不好说 只是 我必须要告诉你 总之 在这个世界上 你再也 找不到他们了 像霸风的牙齿 还凉 怎么看 怎么像鸟牙 狼的鸟牙呀 这是威胁 没有一丝包装的威胁 威胁直白道 谁都能看懂 能听懂 所以 我这次来 就是希望在彻底解决这件事之前 能有一次坐下来 好好聊聊的机会 像霸风罕见的 叹了口气 你知道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 打打杀杀的事情做得多了 总归有些腻味 如果你现在退出 我就当这件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以后 飙蜂集团 就是你的银行 你在世的每一天 想要多少钱 我都满足你 这是我的条件 你不妨好好考虑考虑啊 傅明杰戴上了墨镜 阻断了像霸风的视线 既能养成器带来的安全感 顿时 将他心中刚刚产生的一丝动摇 平定下来 像霸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 想必是很清楚自己的环境 自己是穷小子出身的 现在又有这么多女朋友 以后的生活 是必须 需要强劲的物质基础的 但是要老子退出 把秦运 让给你这个 傅明杰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能用上 糟老头子四个字 像霸风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 都不像是糟老头子 不管怎么样 爱情是不能出卖的 虽然 虽然也许不能和秦运在一起 但是 你不能阻止我爱他 假如我爱他 我就绝对不能退出这场竞争 绝不能把秦运让给你 像霸风等了一会儿 见傅明杰没有作声 终于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连傅明杰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苦笑 果然 还是不行嘛 像霸风再次叹了口气 每一次谈判 都是这个结果 真是的 随即他睁开了眼睛 这双一直眯着的眼睛 突然完完全全地睁开了 即便是隔着墨镜 傅明杰还是能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力量 有如实质的力量 这种力量 在突然放出来的瞬间 几乎能让他对面的任何人 感到震慑 傅明杰咬了咬牙 重新摘掉了墨镜 毫不畏惧地和像霸风对视 老子 判你个球啊 像霸风的目光灼灼地 盯了傅明杰三分钟之久 傅明杰就这么看着这双眼睛 三分钟之久 微微一笑 像霸风微微一笑 重新眯了眯眼睛 好小子 果然有点道道 秦老头这次挑的 还是个人物啊 即便站在和像霸风 对立的立场上 但得到他的一句赞扬 傅明杰还是忍不住 有些飘飘然呢 但是 像霸风站了起来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你必须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不遗余力地打倒你 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呀 傅明杰笑了 你也是 像霸风的眼睛里 分明流露出一丝赞赏 好吧 刚才我谈的只是次要目的 还有一件事 我希望和你达成一致 好 劝自己退出 只是次要目的 还有主要目的 有什么事情 比这件事更重要啊 傅明杰吸了口气 淡淡道 你说 像霸风的口气 第一次和缓了下来 刚才夺夺的霸气 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知道实话 白冰的第一次 究竟和你有没有关系啊 傅明杰不自觉的 第一个反应 就是重新戴上了墨镜 然后摇了摇头 白小姐这么问过我 但是很抱歉 我都不太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背里的那个汗呢 刷刷的 哗哗的 泥加拉瓜瀑布一般呢 感情像霸风 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居然是要证实白冰的第一次 究竟是被谁拿走的 这事 有这么重要吗 向霸风看了他半晌 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 唉 唯独这一件事 我没有办法得出准确的判断 按理说 泄密时间嫁祸的背后 如果是你策划 是最合理的 但是 我调查过你 却不认为你具有 这样高科技的手段 那么当天晚上嫁祸的人 很有可能另有其人 那么 拿走白冰第一次的人 也有可能是别人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声音越来越小 冯明杰使劲按住自己的心脏 以免跳到窗户外边 看样子 这一趟嫁祸 让很多人都很纠结 这就好 这就好 越纠结越好 我要和你谈的 就是这件事 我希望和你做一个交易 像霸风旺的电话板 这是他第一次 没有直视 冯明杰 什么交易 不管这件事 是不是你做的 我希望 你在白冰面前 承认他的第一次 是你拿走的 今天 万里无云 晴空万里 但是心中的惊雷 已经一次又一次地 拼命击打着 傅明杰脆弱的心脏了 像霸风 居然会提出 这样的要求 这种匪夷所思的要求 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啊 我知道你很疑惑 具体我也不想多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有我希望 他不要受到伤害的人 这里面就有白冰 如果你答应 作为回报 像霸风重新指示着 傅明杰 我会保证你 所有女朋友和家人的安全 傅明杰愣住了 这他娘的还是威胁啊 只把而简单的威胁啊 我保证 如果协议成立 我和你之间的战争 绝不牵连你的直系亲人 也就是你的父母 以及和你确立 女朋友关系的人 但是这其中 不包括你和你的同性伙伴 像霸风带载道 虽然是君子协定 但我像霸风是言出必行的人 这一点 仅老头可以证明 傅明杰说不出话了 虽然不知道像霸风和白冰究竟是什么关系 但从他的口气可以判断 绝不是情人之类的关系 并且这个白冰对像霸风很重要 重要到他愿意为了他 放弃不择手段打击敌人的做法 仔细想想就能明白 这其中蕴含的意思 当天晚上 白冰很明显是不能确认 那个夺走他第一次的人究竟是谁 那两个日本人 刘晶晶和自己 都有可能 但从白冰突然出现在自己宴会上这一点 可以知道 在这三个不得已的选择之中 他内心最希望的结果是 自己 假如自己坚决不肯承认 那么他就要接受 自己是位刘晶晶 或者是某个日本人 白冰极有可能 因为这种可能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而像霸风不愿意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要和自己达成这个协议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黑锅让自己背上再说 只是你们不知道 这不是黑锅 这也是事情的真相啊 看来 我似乎没有拒绝的法子 傅明杰果断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的确 如果和像霸风作战 还要去顾忌自己父母和女友的安全问题 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困扰 何况 这事儿 自己貌似一点也不吃亏啊 但是 我呢 明知道不大可能 傅明杰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不保证我的安全吗 要是我挂了 白冰 像霸风笑了 这一次 是狼的笑容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你的 对于白冰来说 一个他还没有投入任何感情的人 突然死了 对他的伤害并不会太大 正好可以重新开始啊 傅明杰突然就觉得自己是掉进了坑里了 一个恩大恩身 充满地刺的大坑啊 娘的 原来这才是向霸风解决问题的手段呢 他不想杀刘庆镜 不能杀那两个日本人 但是他能干掉自己啊 只要自己背了黑锅 在干掉自己的同时 也解除了白冰的心结 你大爷的 算了 老子懒得跟你计较 想让我死 可没那么容易 不知道自己一直活着 对白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了 像霸风拍了拍手 我们这就算谈完了 从七天后的景天冬礁拍卖会开始 我们之间的战争也正式开始了 这几天好好享受 不过 我要警告你 这件事你不能让白冰知道 否则 我们的协议作废 还有 我们之间的事与白冰无关 如果你迁怒于他 让他不高兴 我就迁怒你的其他女友 我让你不高兴 我让你找不到 你帮我 我们将你帮你帮你帮我 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